是做了好多次 吃掉一堆冰块和水果 终于做出了像洗茶的多肉葡萄 配方什么的 只不过是我手里的玩物罢了 喝 先来泡个茶 红茶用红玉 绿茶是茉莉花 水烧开之后 加40克冰块 融化一下 然后加茶叶 用勺子搅一搅 让水淹没茶叶 盖盖子焖三分钟 三分钟之后 搅拌一下 再焖七分钟 在茶雨壶里放200克冰块 过滤出茶水 这个茶就做好了 可以保存4个小时 超过4小时 味道可能就不太好了 现在水果茶用的糖浆 都是冰糖糖浆 冰糖糖浆的口感会很清淡 与水果茶结合会更好喝 热量与果普糖浆 对比也会低很多 可以说是整个水果茶的灵魂了 冰糖糖浆可以买现成的 你也可以自己做 单净冰糖加水煮开放凉就做好了 水果茶做出来颜色很好看 其实都是用火龙果汁调出来的 果茶本身是没有任何颜色的 这个火龙果汁你也可以买现成的 也可以自己做 火龙果切碎榨汁再过滤掉紫就好了呀 奶盖的部分用淡奶油牛奶 奶油奶酪海盐和炼乳 奶油奶酪与牛奶混合 隔水加热 融化到看不见颗粒的状态 再加海盐搅匀 淡奶油加炼乳打发到浓稠 并且有流动性的状态 大概是五分发和六分发 与奶油奶酪混合均匀就做好了 最后准备芒果 虾黑葡萄 水蜜桃和大西瓜 水蜜桃切块 葡萄在中间切一刀挤出果肉 芒果切十字 西瓜挖出果肉去籽 煤中水果取50克放进杯子里压碎 前面铺的那么多 做了那么多准备 终于可以来做水果茶了 桃子果汁 红茶 糖浆 全部倒进雪克杯里 混果汁可以调颜色的深浅 一般加5克就好了 糖浆按照口味 可以加50克或75克 加冰块 倒雪克杯的500毫升刻度件 如果你没有雪克杯 也不用特意去买 我已经帮你撑好冰块的重量了 大概在180克到200克之间 然后把它们全部打碎 倒进有桃子果肉的杯子里 这个时候看起来就很好看 也像那么回事了 最后倒进奶盖 奶盖的杯口3毫米就可以了 盖上盖子 芝芝涛涛完成 多如葡萄的做法和芝芝涛涛一样 葡萄果汁 茉莉花茶 冰糖糖浆 红果汁 全都倒进雪克杯里 在冰块倒400毫升刻度线 打碎之后 倒进葡萄果肉杯子里 倒奶盖盖上盖子 多如葡萄完成 加果汁的做法是商用做法 因为果汁的甜度是固定的 甜度固定 刻数固定 做出来的成品水果茶 每一杯味道都是一样的 如果用水果来替代果汁 会因为水果的甜度不一样 导致每一杯的水果茶 味道都不一样 要是做家庭版的果茶 就是把果汁混成水果 芒果果肉 茉莉花茶 冰糖糖浆 全都倒进雪克杯里 加冰块倒500毫升刻度线 倒进破壁机里打碎 倒进有芒果果肉的杯子里 倒奶盖 盖上盖子 滋滋茫茫完成 最后来做个西卧的 我愿意称它为滋滋瓜瓜 这个是我之前偶然之前喝到的 还挺好喝的 全部材料混合在一起 加冰块倒500毫升刻度线 打碎 但是看起来颜色没那么好看 还是要加一点火龙果汁调色 最后倒出来 加奶盖 芝芝瓜瓜完成 这些水果茶大家都喝过 味道我就不重复了 但是西瓜和茉莉花的搭配 味道真的让人不可思议 其实自己做水果茶 买材料的成本也不便宜 自己做也浪费时间 但是生活需要仪式感 生活的仪式感就是消费主义陷阱 可是在每一个睡不着的夜晚 四水果茶给了我勇气 希望维持掉力量和光 给了我松下去的勇气和动力 扑扑 你干嘛学我说话 这是不可以说的吗 不可以 好 那这期节目结束了啦 拜拜